美国联邦调查局9日突然搜查 总统特朗普私人律师科亨 在纽约的办公室和旅馆房间 收缴了电子邮件 税务文件等 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 律师和顾客之间的保密协定 已经不复存在 2012年 中信美国法务总顾问的 主动向FBI自首 中信通讯将一批 搭载了美国科技公司软硬件的产品 出售给伊朗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伊朗电信 美国商务部于2018年4月16日 宣布的7年之内禁止本国企业 向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商 中信通讯公司销售零部件 关于律师和客户之间的保密合约 到底是否有效一时 引起社会各界的讨论 在美国是一个律师跟客户 他的关系 在宪法里面 这个关系是最宝贵的 多宝贵呢 这是超过夫妻的所谓的关系 律师的法律是讲说 今天如果您把你的秘密给你律师讲 律师不能在外面公开 如果有的话 他就会调查他的执照 所以法律上的话 如果律师今天他知道你的缺点 他不能在外面讲 可是政府呢 他们今天他们是怎么样子做呢 他们就是把这个 这个商业上的秘密 还是这个律师跟客户的关系 把它断掉 他们是怎么样子断掉呢 如果今天有一个客户 他跟我讲说 他以前的疏忽 以前的挫折 我不能公开在外面 可是呢 我不能鼓励他 还是帮助他 为了一个以后的违反的行为 违法的行为 如果今天客户 他有来我的办公室 他说 郑律师 我杀了别人 我确实会有谋杀别人 我不能把这个客户的名字 客户的案子 在社会上把它讲出来 我不能跟一个第三方讲出来 我也不能跟一个检察官 还是检察 讲我的客户的行为 可是如果今天客户跟我讲说 郑律师 我明天我想杀别人 你不要跟别人讲 还是郑律师 你可不可以帮助我 把这个枪把它藏起来 我明天想杀别人 如果我有帮助他 我没有把这个 所谓的我去帮助他 我把这个枪把藏起来 那这个的话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检察官 他们搜查这个证据 他们是知道说 客户跟律师 他们之间有一个关系 然后宪法有保护 所以他们是讲说 如果这是以前的疏忽 以前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会看 可是如果这是一个 未来的违反的行为 我们当然可以用这个 来投诉Trump 又来投诉这个律师 很多人他们不太了解 他们是觉得说 那这次如果是要搜查 这个全部的证据的话 那要怎么办 如果说律师跟客户有纠纷 因为在这种情况的话 律师可能会有 所谓有这个风险 必须一定要进到监狱 可能要坐牢 他可不可以把他的 客户的秘密讲出来 理论上是不行 法律上是讲说 律师一定要把客户的利益 放在他的利益的面前 意思就是 客户的利益 比我的利益还重要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 如果他这样子做 他就会吊脚他的执照 法律上是很明确讲 如果今天我见了一个人 然后他把他的情况跟我讲 我就不能代表 所谓的另一方 对方来攻击这个客户的 因为客户在法律里面 不需要钱的交易 可是呢有很多案子 是你没有要求对方去写这个文章给你 还是这个事实给你 他情人这样子做 这个是只有50% 法律上的话是你不能代表另一方 对方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有见了这个律师 还是这个律师有答复你了 因为读过你的情况 就具体的去读过你的情况 我觉得是80%到90% 那个律师就不能代表所谓你的敌人 有很多的人 他们很聪明 一般的话都是商业的人 他们知道说 怕跟这个律师都打官司 他就会写很多信给他 还是可能会跟这个律师见面 因为最后的话不能跟你对打 好像十几年前有一个人 他叫是Sopranos的一个电影 他那时候要离婚的时候 他每一个做离婚的律师 在他社区里面 最好的律师在他城市里面 他就过去一个人富还1000块 为什么这样子做呢 因为以后这个律师就不能来攻击他了 所以聪明的人 会用一点点钱 去保留这个律师跟客户的关系 很多次的话如果有矛盾 还是磨砺两可 不知道说这个律师 有没有确实有见过这个人 唯一的客观的方式 就是钱的交易 那如果有钱的交易的话 理论上 这个人 这个律师就不能来攻击你了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你要跟一个律师 毕竟要有一个好的关系是怎么样子做呢 是你要把你全部的事实跟律师讲 一般的客户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会偏他们的案子 协他们的情况 让案子的优点 给律师讲 然后律师最后判断的时候 不是完全知道事实 是完全 他知道的是一半 我跟客户讲说 打官司 然后一个人的事实 就是一个苹果 你可能觉得这个苹果这部分是最好 所以你一直在推给我 可是因为你不懂法律 你可能不知道 好的苹果的部分是在这边 所以因为我懂法律 你懂情况 你要把全部的事实都跟我讲 如果你把全部的事实都跟我讲的话 因为我懂法律 我可以教你怎么样子 把这个最好的出发点给对方 然后可能在最好的出发点给对方的时候 你的案子就变上风了 我觉得你一定要跟律师讲事实 如果你没有给律师讲100%的话 律师最后给你过例跟判断跟结论是错的 你见律师的时候 你要做三件事情 然后这是写三页的文章 三页的文章 第一页呢 你要写说发生了什么 很多次客户他们来见律师的时候 他会花20分钟 30分钟 讲他的情况 律师也是人 在差不多两三分钟 如果你没有办法讲你的案子的情况 给他送点 律师也不专心了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 我会跟客户讲说你要把情况写在一张纸上 只有一张纸 一张纸以外就太多了 第二页呢 我会希望你怎么样做呢 你跟律师讲说你要什么东西 你要什么 很多次客户来见我的时候把情况跟我讲 我会问他你要什么 你知道客户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要什么 你不是律师吗 可是这个也不好 因为律师的话 他今天他在判断你的案子的时候 他要问他自己 我可不可以打到客户的目标 你可能你的情况很好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要一个律师去摘月亮 你的情况要复合摘月亮的重点 我才可以这样子做 如果今天你的情况 你的事实没有复合法律 那我不能帮你 不管你案子多好 然后第三是最困难的 我会希望客户写下来 对方的你的敌人 如果你今天你是原告人 就是被告人 如果你是被告人 就是原告人 他会写他的反驳是什么 为什么我是这样子做呢 因为我是希望说一个客户 我都跟客户讲说 你懂情况 我懂法律 如果你今天你不知道 你案子的缺点是什么 我律师我更不懂 那我不希望说你的案子的缺点 我们打了一年的官司 突然这个证据跑出来 我是希望说在最早的时候 我在判断你的案子的时候 你把你的缺点跟我讲 我觉得第三页是最困难的 因为一般的话 人家不会讲他们案子的 被动跟困难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 事先这样子做 我觉得会对你的律师很好 好 你现在有这个三张纸 你要怎么样子做 你还没见律师以前 还没见律师以前 你先把他发给他 律师会做几种的行为 第一 他看到文件的时候 他会丢到垃圾桶里 他不会看 这个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今天你是找最专业的律师 如果律师不愿意看 你写给他的三页 很简单的三页 那这不是最好的律师 第二 他可能看到你的案子的时候 他会说 哦 我不做这个法律 最可怜的就是客户 像有的时候客户 他们跑两三个小时来我的律师了 看得很远 可能我没有做他的案子 他就浪费时间了 可是如果我事先客户 把他的情况写下来 我可能看到 我说 这个我不做 可是我会介绍给我同行的人 然后我知道说 他是专进做这个法律的案子 这个对你的案子很好 因为你最想找的 就是最专业的律师 然后第三也是很好 我可能看了这个案子以后 知道这个情况 我就去研究这个法律 最后我给你面试 给你见面的时候 您找到的就是所谓 最好的律师 这是我的经理 我可以看这个 forever ц회로 我都请不吝点赞 我去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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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 这才是对面